上一集的廣播 只要隨著聖靈、隨著聖靈行事 如果我們能夠跟隨它 我第一次學會跟隨它的時候 它會讓你做一些你不太習慣的事情 但你會找到自由 突然間你會發現以前沒有這樣的經歷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與聖靈一起移動 它將會帶領我們進入自由 今日平約失牧師的廣播 在聖靈裡行走 學會信著聖靈行事 學會傾聽它的聲音 學會被它帶領 上帝並非總是透過文字去說話 但是當中有一個認知 你能夠分辨平安和缺乏平安 如果有平安就去做 沒有平安就不要做 一起說Amen 有時你會有一種平安 你們有年幼孩子的人當他們哭 你的內心有時會平安不去管教他們 但是他們可能只是扭手或壞 而你的內心有平安不去管教他們 也可能因為他們很累 上帝的靈會知道 但有時尤其信靠恩典的人是需要聽著 有時你需要管教他們 因為他們正向你發出挑戰 你知道挑戰是一件與意志有關的事情 永遠都不要挫敗他們的靈 而是要挫敗他們的意志 你現在若不挫敗他們的意志 下次就要處理青少年的問題 不需要懷疑他從哪裡而來 所以要聆聽聖靈的話 上帝的靈說不要放手 他正在發出挑戰 挑戰 勇敢面對 明白嗎 這一點很難 就好像我正在管教兒子之後 他對我說 你知道嗎 你傷害了我的感情 他這樣跟我說 你看看他四歲 他說我感情受到傷害 我跟他說 我的感覺更加糟糕 我說這個讓我很受傷 你知道我有多愛你嗎 你傷害了我 知道嗎 我的感情受到傷害 後來我問Randy 他是不是從你那裡學的 他說不是 因為我們不會說 你傷害我的感情之類的說話 知道嗎 我們確實有爭議的時候 我們盡量在他不在場的情況下交談 我記得幾年前 Jessica還是很小 我母親是當時照顧Jessica的 當我們度假回來 Jessica四周圍這樣說 是啦 不是啦 是啦 不是啦 不是啦 我們是新加坡人 那是我們語言的一部分 是Banala Land Amen 就連Language的一開始也是啦 於是我就問我媽媽 她為什麼一直都在說那字呢 是不是學你的 媽媽說不是啦 我的媽媽真的很特別 一個非常特別的女士 信著聖靈行事 你就會專注於聖靈的帶領 我們就不會這樣就一定不會 看見這個雙重否定 大家一起說Amen 等我向你介紹這位奇妙的偉革聖靈 他不想成為知名人士 這就是為什麼 聖靈的名字沒有任何頭寒 事實上我們只稱它為 Wu-rah Ha-Kaddesh 聖靈 或者聖結的靈 Wu-rah是靈 Kaddesh是指聖結 英文就是聖靈 Amen 耶穌有很多頭寒 天父有很多頭寒 聖靈只是被稱為聖靈 聖靈有一些象徵就好像火一樣 活水 水 泉源 或油之類等等 但是 它沒有頭寒 為什麼 因為聖靈是上帝 祂跟上帝一樣 好嗎 跟耶穌一樣 跟天父一樣 但祂是那位 因為榮耀耶穌而起落的上帝 這就是聖靈的驚人之處 如果你要教導一個主題 你可以教導聖靈沒問題 但讓一切都是關乎聖靈 你會忘記 聖靈到底是關於什麼 祂是為要榮耀耶穌 你錯過了重點 聽到嗎 如果你想要聖靈的友誼 你想讓祂真正去靠近你 以及去擁抱你 談論耶穌 談論耶穌 你就會感覺到聖靈的印高 甚至感覺到祂是 Amen 談論耶穌 你不需要知道太多只要談論耶穌 我跟你說一件事 那些對耶穌有心的人 他們在上帝國道裡面所成就的 勝過那些神學家 以及那些在聖經倒背如流的人 我說過 當你來教會的時候 一切與聖經知識無關 你可以用聖經的知識來對付人 你用聖經的知識來違背上帝的目的 例如有人對我提出質疑 他們是神學家 我尊敬他們 我尊重他們 但是想讓你知道 OK 當說到神學家的時候 所有愛耶穌的人都是平等的 就好像那個核眼的人 告訴當時神學家 那些法利賽人熟悉聖經 熟知他們的妥拉 他們對舊約可以說是 賭背如流 他們很多人都能夠背中聖經的段落 一大段的經文 這個核眼的人對他們說話 這些法利賽人是敵基督的 他們當時反對基督 他告訴他們 他是不是個罪人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一件事 就是我本來是核眼的 現在能看見了 你看看 那個只是爭論的人 永遠無法贏過那個有親身經歷的人 你和你的同事們 可以談論所謂的科學發現 或者之類的事情 不過我知道自己本來是怎樣的樣子 現在我自由了 這就是你需要做的 大家一起說Amen 你知道嗎 馬太福音二章有一個故事 智者進入耶路撒冷 然後他們問 哪生下來作猶太人的王在哪里 好的 希律王聽說這件事之後 他非常害怕 猶太人的王 我才是王 於是他召集了祭司長和民事 這些熟悉聖經的人一起 這些人正在他的庭院裡 去享受宮殿的奢侈生活 好 他召見他們 這些祭司長和民事都認識聖經 他說 查探一下尼塞亞將在哪裡誕生 他為什麼這樣問 他想找出這位 這位 孩子王並將他殺害 對嗎 文事和祭司們都知道這一點 你知道他們怎麼說嗎 根據他們的聖經知識 他們說信帶一提 這是來自尼加書 這是在伯利行寫成的 因為他寫道 伯利行以法他 你在猶太諸城中雖然小 必有一位從你那裡出來 為我作以色列的統治者 他的根源從太初從行古就有了 他們通過尼塞亞的經文 知道他是尼塞亞 他們熟悉聖經 熟悉聖經的段落 卻利用聖經知識來對抗基督 好奇妙 如果你對基督根本沒有心 單單有聖經知識是不足夠的 一切都是關乎耶穌 聖經的一切都是關乎耶穌 這是一本想冊 當耶穌從死女復活的時候 當耶穌從死女復活的時候 讚美上帝 以馬五師路上那兩個人 我跟你說 比起今天的人和名人去到祝室長談 其實是更加之美妙更加好的 天啊我跟你說 是耶穌來找他們 不是他們去找耶穌 耶穌在他從死女復活的那一天去找他們 他們在從耶路撒冷回來的路上交談著 他們很悲傷 這是不是很美妙 即使在天堂裡面 當你難過失望 他仍然關心你 他們彼此交談 這是怎樣的對話 你們兩個在說什麼 為什麼難過 你沒聽過 你是唯一一個從山洞出來的人嗎 你知道猶太人是這樣說話 你有什麼問題 你是從山洞出來的嗎 猶太人是這樣說話 是啊 我很喜歡猶太人他們很粗魯 但當他們與你為友的時候 他是你真正的朋友 耶穌說 怎樣的事呢 他說 為什麼這個拿撒達人耶穌 我們原本以為他會拯救以色列 我們原本以為他會拯救以色列 換言之他們的願景仍然是 耶穌應該這樣做 他們的焦點是以色列 而不是耶穌 我們原本以為他會拯救以色列 他會爭脫羅馬的家所 讓我們得自由 不幸的是他死了 很多人感到失望 是因為當時他們認為千禧年會來臨 他們不明白他第一次降臨 是為了要死在實格上 以解決更加深層的束縛 罪 他第一次降臨是為了我們的罪而死 第二次降臨的時候 他將會建立統治 他們混淆了這兩者 他們很失望 耶穌如何求證他們的焦點呢 聖經說從摩西開始 九月的前五卷書 《創世記》 《出埃及記》 《利未記》 《文數記》 《生命記》 還有《先知書》 他開始向他們閃述 關於自己的經文 這個意味著《創世記》裡面 有耶穌的預表 今天我要向你們展示 創世記裡面的聖靈 好嗎? 我現在告訴你們 你們很多人都知道 我經常分享關於約瑟的故事 因為在約瑟的故事裡面 我看到耶穌的故事 對吧? 我說得對 但是你在約瑟的故事看到什麼? 一個被拒絕的兄弟 耶穌也一樣 他來到自己的猶太人當中 他自己的人卻不接受他 他來到自己地方 自己的猶太人卻不接受他 凡接受他的 他就刺給他們權利 成為上帝的兒子 好 然後我們看到約瑟被以二十塊銀子被賣了 基督以三十塊銀子被出賣 他被他的兄弟背叛了 他最終成為了 整個埃及的統治者 阿們 事實上 他的名字意思是秘密的啟示者 就像耶穌 阿們 好奇妙 秘密的啟示者 哈利路亞 於是他成為了外邦人的生命之良 在以色列棄絕了耶穌之後 兩千年來 耶穌已經成為 不要忘記 耶穌是猶太人 他自己的國家拒絕了他 他成為了一個外邦人 埃及人的生命之良 阿們 我們曾經是外邦人 但現在已經沒有分 基督裡沒有分猶太人或者外邦人 我們同是身造的人 阿們 但我們曾經都是外邦人 因此兩千年來這個好處 已經去到外邦人的世界 最後他們的兄弟們來討糧食 他們都認不出他 第一次來到 就像第一次降臨一樣 他們沒有認出他 當他出現在他們面前 畫著Johnny Depp的妝 盡量是像一個埃及人 很多時候 猶太人是認不出我們的耶穌 因為我們使耶穌看起來 是像一個埃及人 你明白嗎 他們不明白 他們看耶穌為一個 是帶著祈禱披肩的人 有些事情是需要我們去考慮的 總之 他們第二次回來討糧食 他說我是虐實 還記得嗎 在這裡是有玄機的 聖經說 他問家裡的仆人 誰是他家裡的仆人 不是無關重要的人 而是聖靈 把這些人帶來與我一起吃飯 聖靈擺設了賢夕 聖靈邀請他們來到 將這些人帶來 阿們 後來也是這位仆人 他吩咐這位仆人 將他的特別銀杯 放到便雅吻的袋子裡 這位仆人是誰 是聖靈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 另一幅在創世記的美麗圖畫 要知道耶穌親自教導了 創世記和春埃及記 裡面關於他自己的事情 這是令到 以馬五師路上的兩個門徒 脫離了他們的憂慮 脫離他們的失望 脫離他們的沮喪 Amen 並使他們有正確的觀點 讚美上帝 關鍵就是 閃述與耶穌有關的事 創世記第二十二章 有一個美麗的故事 你們都認識這個故事 上帝告訴阿伯拉罕 上帝說 戴著你的兒子就是你的獨生子 以撒 我一直教導這個故事 甚至Justin出現之前 當他出現之後 這段經文有一個全新的意義 因為現在我有一個兒子 以前是我的女兒 現在我有一個兒子 現在我有一個兒子 現在我有一個非常可愛的兒子 她是很可愛的 她知道怎樣跟你說話 好 就好像我的感情受到傷害 我是不是願意戴著這個兒子 為了那些壞的人 將他獻在祭壇上面 為他們而死 為他們的罪而死 絕不可能 我會讓這些人去死 這是人類的愛 這是上帝愛你和我的方式 耶穌不是為好人而死 聖經說 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 這是基督的愛 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 基督為我們死 這是上帝的愛 上帝猜派他的兒子 因為上帝愛世人 甚至把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他的 不折滅亡反得永生 這是上帝的愛 上帝把他的兒子賜給我們 Amen 上帝愛我們 耶穌愛我們 保羅甚至寫到聖靈的愛 不是對聖靈的愛 而是聖靈的愛 甚至聖靈都愛我們 知道聖靈在你的裏面 祂愛你 Amen 天父上帝愛你 Amen 聖子獻上他的生命 因為上帝的兒子 他愛我為我捨己 聖靈也愛你 OK 聖經說 帶著你的兒子就是 你所愛的獨生子 以撒 哇哇哇 這是整本聖經裡第一次提到愛 今天我們將會看到很多的第一次 首次提及法則 首次提及法則是 釋經的關鍵之日 每當第一次提到一個主題的時候 就有一個重要的真理 你必須要知道在哪裡出現 如何出現 愛第一次出現的時候 提到父親對兒子的愛 OK 我們會聯想到浪漫的愛情 你看的韓劇 全部都是關於浪漫的愛情 而聖過所有明星的是 有一個愛你的人 他永遠不會辜負你 他的名字是耶穌 Amen 所以 第一次提及的愛 並不是關於男女之間的愛 世上的歌曲都是關於男女之間的愛 這個很重要 上帝刺下這種愛 但是我們需要知道 第一次提及的愛 是關於天父有多愛他的兒子耶穌 因為你如果不知道天父有多愛兒子 你就不會知道上帝有多愛你 因為上帝為你捨棄了他的兒子 你聽到我說什麼嗎 你需要知道天父有多愛他的兒子 因為他為了你而放棄了他的兒子 這樣你才知道自己何等被愛 Amen 上帝說 戴著你的兒子 就善你所愛的獨生子 以殺把他獻為凡制 你知道他如何來到這個地方 而我們今天是知道 在這個地方 就是聖殿山 阿伯拉罕花了三天來到了 他告訴那些和他一起的年輕博人 你們留在這裡 我和孩子要到那邊去敬拜 他們上山 兒子把柴背起自己的背上 耶穌背著十字架 他們一直往上走 兒子問父親 父親 我看得火與柴都有了 可是獻凡制用的羊羹在哪裏 父親心臟跳動的聲音 父親看一看 我想像我看著Justin 如果他問我這個問題 他就是那種會發問的人 我應該怎麼說 但是阿伯拉罕口中說的是 上帝自己 上帝必親自預備一隻羊羹 我們以為為他自己預備 他沒有這麼說 上帝親自預備一隻羊羹 Amen 於是他們兩個上山 然後當他抓著兒子的手綁起來 兒子意識到自己就是祭物 在他用刀宰殺兒子之前 上帝阻止他上帝說 阿伯拉罕 阿伯拉罕 他說 我再者女 上帝說 不可再者孩子身上下手 現在我知道你是敬為我的了 或者現在我知道你愛我敬拜我 聖經說 阿伯拉罕舉目觀望 看見一隻公棉羊 兩角 扣在籌密的小樹叢中 現在 據我叢龍門門那裡得知 那些牧羊人說 通常 當羊羊迷路的時候 他們是會經常迷路的 在沒有牧羊人的情況之下 他們很容易迷路 但是當他們被困在樹叢中的時候 灌木叢是滿步驚激 通常他們被困住是因為 他們身上的羊毛 這也是他們剪羊毛的原因之一 太重的話 他們行動很困難 容易被灌木叢困住 當被困的時候 羊耳會被割傷 這正是繁製不完美的原因 他有瑕疵 耶穌 這隻公棉羊一定是代表耶穌 他必須毫無瑕疵 你能夠想像這隻公棉羊嗎 最後當阿伯拉罕把他拉出來的時候 OK 他可能是這隻公棉羊是很強壯 他會一拼拉出 荊棘的冠棉 我說得對 當你默想這一點的時候 好好想想 耶穌在阿伯拉罕的多年之後 在兩千年之後 耶穌站在法利塞人的面前 他們說 你怎能夠聲稱自己見過阿伯拉罕 他們錯過了重點 耶穌並沒有說 我看見了阿伯拉罕 耶穌說 阿伯拉罕見過我 看看誰更重要 然後他們說 你還不到五十歲 怎會見過阿伯拉罕呢 耶穌說 因為這句話的緣故 他們拿起石頭要打他 他說 阿伯拉罕出生以前 我已經存在了 天啊 這一下真的激怒了他們 他們拿起石頭 他從他們中間 就是這樣走過去 我喜歡這一幕 我認為 荷里活是製作不到 有關耶穌的所有電影 他們從來沒有這一幕 他走在他們中間 他們不能夠用石頭打死他 這就是能力了 知道為什麼嗎 他不能夠死去 他的系統裡面 沒有任何的罪 他是在十架上面 捨棄自己的靈的時候 才死去 順帶一提 每一個與耶穌同罪的人 都不能夠死去 只要耶穌在那裡 如果耶穌不在那裡 有人死了 你將他帶到耶穌那裡 死去的人都會活過來 因此 當他被掛在十架上面的時候 他必須要在強盜受死之前 想想 他們來到耶穌那裡 發現他已經死了 然後他們打斷了另外兩個人的腳 為了使他們快點死去 只要他仍然活著 他們就不能夠死去 你知道花時間 浸在耶穌的同罪裡面 對你有什麼好處嗎 我就是復活和生命 他昨天今天一直到永遠都是一樣 讚美上帝 Amen 所以 上帝告訴阿巴拉罕 他預備了一個獻祭 阿巴拉罕回過頭去 看見十字架 看見耶穌正在掛在十架上面 他有一個異象 因此耶穌說 阿巴拉罕看見我的日子就歡喜 在那座山上面 阿巴拉罕轉身 看見耶穌正在掛在十字架之上 他意識到自己不需要犧牲他的兒子 因為上帝犧牲他的兒子 就好像他正告訴上帝上帝 現在我知道你愛我 就好像上帝曾對他說 現在我知道你愛我 因為你沒有留下你的獨生子不給我 阿巴拉罕可以告訴上帝 現在我知道你愛我 因為你沒有留下你的獨生子不給我 阿巴拉罕 讚美上帝 在故事的結尾 當阿巴拉罕下山的時候 請仔細閱讀 聖靈有多準確 聖經說阿巴拉罕下山 是沒有提到以撒 我們知道他們二人都下山 卻只提到阿巴拉罕 為什麼 在上帝眼中 以撒就好像死了一樣 這件事已經完成了 當你有心要為上帝做事的時候 上帝說完成了 所以並沒有提及以撒的名字 他在這章結束之前 提到某人的名字非常有趣 這章談論的是耶穌和十字架 在這章結束之前 他談到了利伯加的誕生 和這件事有什麼關係呢 利伯加 這個女嬰是阿巴拉罕的親戚 這又有什麼關係呢 因為利伯加最終會成為以撒的新娘 聖靈將所有這些故事隱藏起來 耶穌在二馬五斯路上蟬述了這一點 我喜歡 我喜歡 聽到嗎 23章 剛才是22章 阿巴拉罕獻以撒是22章 第23章是記載了撒拉的死 在這種情況之下 撒拉不是恩典 因為撒拉以肉身來說 是以色列的母親 因為她是先祖的母親 阿巴拉罕被看作先祖的父親 她死了 她是聖經裡唯一一個 聖經有記載她的年齡死亡和埋葬的女人 當中有一個目的 她在這裡是沒有屬靈的含義 她是以色列 以色列死了 當耶穌死在十架上的時候 上帝對以色列的預言性計劃是暫停了 我上帝開始在外邦人裡工作 彷彿以色列以死一樣 然後有些事發生 這是關於聖靈的故事 《創世記》24章 《為心內的兒子尋找新娘》 這是一個關於我們現在身處之地的故事 各位 你和我即將會來到 《創世記》最長的一章 哇 《創世記》最長的一章 有67節經文 這一切都是基於一個故事 一件事 為何聖靈默示這些經文的時候 要提及到這麼多關於財富的細節呢 使它成為《創世記》最長的一章 有一件事正在發生 關於聖靈如何在地球上 為基督尋找新娘 而你和我都是這位新娘的一部分 《創世記》24章開頭說 阿伯拉罕老賣了 年事已高 耶和華在一切事上都恥福給他 阿伯拉罕對他家中管理所有產業的老仆人說 他家中最老的仆人 無名的仆人 這是指誰 聖靈 管理所有產業的老仆人 聖靈統治上帝所擁有的一切 聖靈就是這樣賜給你醫治的禮物 因為祂管理上帝擁有的一切 聖靈主請把你的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 這句話是指那時候 當你把手放在主人的大腿底下 他正在許下誓言 下一節 我要你指著耶和華天上的上帝起誓 不可從我現在居住的家男人中 為我的兒子娶他們的女子為妻 你卻要到我的故鄉 我的親族那女去 為我的兒子以實娶妻 有趣的是阿伯拉罕以實和雅各 他們全部都是關心自己的孩子 要迎娶一位信徒 尤其是阿伯拉罕在這方面有一股很強的信念 Amen 他很擔心這件事 你看看以撒 以撒是沒有那麼強大的信念 他兩個兒子 雅各和以素 當以素選擇了一個不信者 他感到很悲傷 然後我們看看雅各 雅各他對於嫁取哪一個是沒有什麼信念 恐怕我們現在有很多的教會 在這方面一點都不擔心 他們甚至不為孩子將來嫁取的對象祈禱 但是我們看看阿伯拉罕 一路上我會跟你講很多有用的信息 但這不是我的重點 我重點是耶穌在二抹五師路上 我正分享這個故事 而這位伯仁預表的是聖靈 OK 請留意下一節 那伯仁就叫落堂跪在城外的水井旁邊 伯仁當時戴著十匹落堂 他有十匹落堂 你覺得這十匹落堂是抬著什麼呢 是很多很多東西 很多給新娘的珠寶 很多珠寶 很多金銀首飾 聖經告訴我們很多衣服 一個有錢人的很多服飾 都是裝著十匹落堂的身上 經文說他來到井旁 然後討告雪耶和說我主人阿伯拉罕的上帝 求你今天使我遇見好機會 施慈愛給我的主人阿伯拉罕 我們還有之後的經文嗎 好 請看看這節經文 黃昏時分 女人出來打碎的時候 那伯仁祈禱 求你今天使我遇見好機會 施慈愛給我的主人阿伯拉罕 那裡的慈愛是指恩典赫誓 求你今天使我遇見好機會 我說過我們會接觸很多首次提及的字眼 我現在想跟你說 第一次提及的好機會 這個詞語是Kara 講Kara 在我自己的書 《保護的祈禱》中 蟬述了這一點 整張都是關於這一點 Kara的意思是正確地發生的事 記得嗎 盧德對他的婆婆說 他們當時正在找工作 唯一找到的是最卑微的工作 在收割者下面執墨水 反正是收割者留下的東西不會執的東西 他說 我會到田裡去 路德說 讓我到田裡去 看看在誰的眼前蒙恩 我去看看我能夠蒙誰的恩 他說 女兒啊 你儘管去 路德就去了來到田裡 在收割的人背後執墨水 他巧合 英文古語HAP 巧合 巧合來到波瓦斯那塊田 我們的聲音還是本說 他是巧合來到那塊田裡 不不不 你覺得他是巧合來嗎 全世界都在談論運氣 上帝的子民談論正是正確發生的事情 正確的時間 正確的地點 因為禱告而發生的事情 上帝精心安排這件發生的事情 上帝時期發生的事情 Amen 所以世人說幸運真是幸運 什麼是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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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前兩個字母是 盧西弗的名字Lucifer 好嗎 實際上是前三個字母 什麼是幸運 不是 上帝可以在正確時間 將我們放在正確的地方 下一集的廣播 這個世界上的人不祈禱 你祈禱 因為你依靠上帝 他們依賴的是運氣 滿心希望這份幸運降臨 滿心希望事情發生 我們不會這樣做 我們有信心他會成就 Amen 我們不依賴運氣